另外来看到是在享用美食 在结账的时候可是却被告知说要多收费 恐怕让很多民众都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在台北一家非常有名气 不少部落客都会连锁推荐的一个铁板烧店 现在有民众就点选将近一千块钱的套餐 而当中的鱼类选项其实有三种 但店员却没有告诉他们说 其中有两种是要加钱的 直到结账的时候才发现 每一个人得要花多花这三百或是四百块钱 铁板师傅熟练的饭筋鲜鱼 不少部落客都推荐这一家 为在内湖的知名铁板烧 现代有民众投诉一丝被欺骗坑钱 投诉民众表示一家四口前往用餐 点了四克980元精致名虾餐 当中鲜鱼有三种 码头鱼 红猴鱼 鲑鱼 店员看顾客还在犹豫 主动提议帮忙搭配 没想到上菜时 四个人全是码头鱼说好的搭配呢 更夸张的是 原本每人价格980 结账时却多了365元 加一成每人便1480元 这是服务员才告知 码头鱼要加钱 让民众直呼被骗了 码头鱼也是要另外加钱的 红猴也是要另外加钱的 店家解释 码头鱼和红猴鱼价格的确比回鱼贵 架购价365到420元不等 以重量计算 但并未提前告知 似乎把消费者当冤大头 这店员跟客人沟通上有问题 然后店员讲的 可能说客人没有去理解到 然后可能说客人有些时候去误解了 业者表示可能工作人员疏忽 忘记实现说明 夹狗价格会加强员工训练 但消费官认为 业者应该写清楚价格 避免不必要的消费周分 中天新闻台北通行报道 好